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来俄州郑德然心里生水泵站 一个星期内三度受到污染 巴胜谷472个地区的居民在开斋节期间被迫承受断水之苦 索性绿水站凌晨已经重新运作并在今早恢复了水工 雪州政府采取行动对付涉事工厂之际 也下令水务管理局全天候监督加强执法 同时启动生水保障计划 从三方面解决水源污染的困扰 雪州水工管理公司证实 世茅月河绿水站和五级淡杯绿水站已经在今早8点 全面在巴胜谷472个受影响的地区恢复水工 张冠雪州基本设施与农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伊兹汉 接受马兴社电视访问时强调 雪州政府绝不顾惜任何破坏或污染河流的祸首 并会根据1999年雪州水务管理局法令 采取严厉行动 伊兹汉说 目前雪州水务管理局正在追查河流污染的肇事者 以搜集足够的证据将设施工厂提控上庭 与此同时 州政府也指示当局加强执法 全天候监测雪兰鹅河以及冷月河敏感地带和污染热点 避免污染事件重演 除了监督和执法 州政府也启动生水保障计划 确保未来几年 州内的供水系统正常服务 我们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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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汉预计一年内 生水保障计划就能够投入运作 到时将能更彻底的解决 雪舟长期面对的水源污染问题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